911部隊長 打電話到911通常都需要緊急援助 節線員自己都好心急想幫到人 同時又要冷靜準確地派遣適當的救援隊伍去幫助事主 所以工作有壓力 怎才可以升任呢? 由田繫林報導 Shirley在安省杜林区境区的911緊急救援熱線中心工作 每天負責接聽為止公眾的求助電話 她在28年前打誤狀入了行 當時緊急救援熱線還未發展成熟 對接線員要求亦不高 Shirley一直以來在行內看著變化 包括市區人口增加、科技進步 對緊急救援熱線接線員的入職要求也變得越來越嚴謹 畢竟接線員每天面對的都是很多普羅大眾整個世都不一定會遇到的緊急情況 我們首先找到他們的位置 然後從那裡決定危機 如果是一件事發生的事 或是一件事發生的事 我們就想直接送幫助 這個工作很嚴重 但也很優雅 不是每個人都會通過 因為這不是每個人的事 特殊是因為她對911接線員的反應速度 判斷能力和長時間工作的能力都有要求 拿杜林警區911中心為例 接線員需要在電話響起3聲之內截電話 在問過求助者需要警察、火燭車或救傷車的同時 以至少每分鐘45個字的打字出道 將信息輸入系統 如果對方不知自己需要哪一種救助 911接線員還要通過幾條簡單問題 即時地精準判斷出救助種類和求助者的所在地 並向他們輸送幫助 有時 他們還需要負責安撫求助者的情緒 通過電話給他們心理支持 由於工作緊張程度高連貫性大 所以911接線員在12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內 要保證盡量不離開個位 就連吃飯去洗手間都越快越好 每天在Durham region 我們會接受到約400個電話 在911線 還有約1萬個電話 在整個警方線 那些400電話 約350電話 被警方送給警方 火車或警方 來回應 在911環境上很嚴重 所以他們必須在操作 他們必須保持靜靜 人們正在喊我們在危機 你必須能夠靜靜他們 找出資訊 他們必須要分享 確實有正確的資料 發送給人幫助 求助者情況危急 接線員稍有不申出錯 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 這份工作壓力重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勝任 Steve說 杜林區警隊不時會通過官方網站 照評有接線工作經驗的人 一旦通過面試 警方會是新入職的接線員 提供20個星期的專業訓練 訓練完畢 成功通過測試之後 才可以開始在911緊急救援醫線中心 獨立工作 若果是完全沒有接線工作經驗的人 就要去社區學院 收到相應課程了 安省杜林學院 在加拿大其中一間 開辦緊急接線員課程的社區學院 自2008年起 該學院向高中畢業生 提供為期兩年的911接線員證書課程 每年9月和1月可以入學 每年學費3000加幣左右 課程切資遵循公共安全通訊協會 APCO的要求 教導學生如何變色警察 火灼和救傷服務需求 並用模擬系統 令學生熟悉未來工作環境 911 emergency and call center communication program has been a two year diploma program at Durham College we take in about 60 in September and then we take it another 45 in January 課程除了教師學員 變色不同類型的緊急求助之外 還提供心理訓練 讓學員將來能夠應付到 工作上帶來的各種壓力 所以它是重要的 他們有一點的 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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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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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是很累的工作。 很累的工作是一件很累的工作。 很累的工作是一件事。 你工作長時間長時間, 一些工作室工作 12-hour shifts, 一些工作14-hour shifts, 那是非常長時間, 尤其是一件事, 你會在工作的工作。 當你聴講人們, 他們在叫 911, 他們在說過一個危險, 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 或是最糟糕的事情 那是當你聴講到他們。 那是每個叫做的。 它加上了。 儘管911接線員的工作性質特殊, 工作壓力大。 但是,由於可以幫人解決到 很多人一輩子都未必會遇到的緊急情況。 所以,對Shirley他們來說, 這份工作所帶來的滿足感非常大。 而且,如果可以升任911接線員的工作, 其他很多跟接線 或者後服務相關的工作都可以做。 駐航空間非常大。 下星期除了報導日本政府 要努力保護原始森林白神山地之外, 加拿大政府都很重視頻危的 古老建築物和地標, 所以盡力去保存。 我們下一集再見。 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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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再見。